好了來上次我們好像把一次函數講完了嘛 所以第十頁的東西應該提過了 來二次函數的一般假設法 誒上次這個有提了嗎?二次函數假設法 有嗎?有了吼?OK 哎呦原來是一頁我上完了喔那我知道 來那我十二頁這裡來很快帶你看一下 我們的二次三次四次的單項函數的比較 這個剛好今年學測有考 好來那今年學測其實考的也是類似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來我們直接看一下你的單項函數 基本上齁在課綱裡面針對學測的東西 那我這麼說好了一個函數如果寫出來 S的N次在學測它只能考到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它出來的項數很多 它就比較沒辦法再去比較圖形 所以如果今天是這樣子的圖形的話 我們必須來看N到底是奇數還是偶數 那如果今天你的N剛好是一個奇數 那另外一個是N如果是偶數 好就這樣子 來如果今天你的N剛好是奇數 這個三次的圖形畫出來 應該是變成一張這樣子的圖形 一張這樣子的圖形 好那這兩個圖形 當然把它寫出來的話 畫出來會發現它好像有三個焦點 而且原點有個焦點 第一項線一個點 第三項線一個點 還記不記得我們說 如果焦點對稱原點 這樣寫出來的圖形 剛好是一個什麼函數 奇函數應該有印象 圖形如果對稱原點 它就是基函數 不過既然講了對稱 我大概稍微提一下 圖形對稱原點是基函數之外 基函數的圖形或對稱原點的圖形 會發現如果有一個圖形 剛好對稱原點 你就直接把它的 x座標改成-xy 改成-y 那中間對稱的這一個點 我們會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對稱中心 好那你一定很好奇的是 那這個對稱中心的名稱 在高二會不會出現 會 在高二下 我們圖形還會出現 哪個圖形 橢圓 橢圓它畫出來 其實跟圓很像 但是橢圓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橢圓它會有兩條對稱軸 所以未來我們在橢圓這個中心 也給它一個名稱叫做 對稱中心 那對稱中心的意思就是 如果橢圓的中心 剛好叫做一二 這邊有一個點 叫做ab 請問能不能寫出這個圖形 對於對稱中心的對稱點 當然可以 所謂對稱中心的意思就是 這兩個相加 終點就是它 所以相加除以二會得到它 所以這裡寫出來應該是2-a 檢查看看 兩個相加 除以二留下1 那這裡如果是b 中間是2的話 這兩個相加除以2要得到它 所以寫出來應該是4-b 所以針對 G數次的 除了知道它是G函數之外 另外一個 它的對稱要怎麼做 因為對稱圓點 x改-x y改-y 再來第三個 中間的這個對稱點 在三次函數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 對稱中心 對圖形 你要知道這三個 啊 同時還要知道一件事情 是 如果今天它的領導係數正 整個圖形 右端都會朝上 再講一次 只要它的領導係數正 圖形的右端都是朝上 ok 好再來 那如果今天它的指數是偶數次 指數次偶數次 比方說s平方 比方說s四次 好 那它的圖形畫出來 會長成像這個樣子 來兩次的圖形比較開一點 再來還有一個是四次的圖形 來四次圖形 它底下這裡是瞬間這樣子衝上來 四次圖形是底下這樣子 瞬間衝上來 瞬間這樣衝上來 好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不管是兩次也好 還是四次也好 有沒有發現 這個黃色的是四次 這個白色的是兩次 不管是兩次還是四次 圖形通通都是對稱y走 還記不記得對稱y走的函數叫做 函數 那這個圖形呢 一樣我們來看一下它上面的點 上面的點 來像這裡有一個點 如果給它叫做ab的話 它對稱過來這邊會有另外一個點 叫做-ab s直接給它改成-xy還是不變 這個就是對稱y走 那你幫我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圖形對稱x走 對稱x走 對稱x走 是不是x座標不變 但是y要改-y ok 那這個對稱中心 最對稱的東西 在你們的高二項 會學到一個叫做矩陣 它一樣會提到這個對稱的東西 對稱圓點會有一個寫法 對稱y走一個寫法 對稱x走又有另外一個寫法 ok 那包括我們在指對數圖形 是不是還有說 除了你的圖形可以對稱圓點 對稱y走 對稱x走之外 在相同底數的指對數圖形 對於對稱還記不記得 會對稱哪一條直線 y等於x 對吧 圖形如果對稱y等於x的函數 我們通通給它叫做互為反函數 有一個這樣子的名稱 這兩個是互為反函數 那這兩個互為反函數的圖形 比方說如果有一個底數為2的指數 這裡就會有一個底數為2的對數 那你會發現它圖形上的點 具有什麼樣的一個性質 這裡有一個點叫做ab的話 對稱過來就會有另外一個點叫做ba 有一個點叫ab就會有另外一個點叫ba 整個高中所學的對稱就這樣子而已 四個 第一個對稱圓點 第二個對稱y走 第三個對稱x走 第四個對稱y等於x 其他的都算是比較特殊的形態 比較特殊的那個就留到高下來講 那這個東西是屬於學測的範圍 這個對稱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要整理的話 你可以在圖形旁邊 大概幫我寫幾個東西 如果你要寫的話 來比方說對稱 上好了 對稱的東西 我先幫你寫在這邊 你可以幫我寫一個討論 就針對對稱的東西 對稱我們大概會有四組 第一組是對稱圓點 如果是對稱圓點 那當然就是xy 直接把它改成-x-y 如果今天寫出來 它是剛好對稱y走 如果剛好對稱y走的話 我想 x座標要直接把它改成-x-y不變 再來第三個 如果是對稱x走 如果是剛好對稱x走 來這裡xy y要直接把它改成-y 再來第四個 如果是對稱y等於x 對稱y等於x xy的資料 要直接把它改成yx 就這樣子 高中所學的對稱 只有這四個而已 在學社會考的也只有這四個 其他對稱的比較特殊的型態 都是屬於 大概是指考才有機會出現的